说到海誓啊,看过知否电视剧的小伙伴,对他的印象可能是温柔贤惠十大题 但其实原住里的海誓非常强大 明朗甚至说过,海誓常摆哥哥有老婆命 那咱们今天就来盘一盘,海誓在原住里到底有多强大 首先呢,是娘家强,这一点呢,从海誓的嫁妆婚礼 权贵对海家的态度都可以看出来 先说说海誓的嫁妆婚礼吧 婚礼前不久呢,海誓的嫁妆就流水嫁的台间了胜负 家具呢,包括床桌,乙瓶,一色的泛着好看的红光 意料呢,足足有几十大箱子 还有各式的摆饰啊,妆点啊 以及陪嫁过来的几百亩田地啊,和不知多少家的店铺 看得明朗目瞪口呆,结巴的说,叫这么多嫁妆呀 有这个必要吗? 房妈妈呢,就给明朗扫盲说 古人常说的十里红妆啊,其实便是把姑娘一辈子要用的银钱啊衣裳啊都背齐了 什么公筒啊,脸盆啊,并是那兽衣都是有的 因为姑娘做了媳妇呢,便矮三寸 如果嫁妆丰厚呢,便能挺直了腰杆 因为她吃的,喝的,搅用都是自家的 可不是仰仗夫家养活的 明朗当时还掰着手指头算了算说 这些东西别说养活一个嫂嫂 并是大哥哥,外加几个小妾也能一道养活了 都说海家是清流 如此看来,清流的清和清平的清不是同一个字呀 这话听得房妈妈脸皮都抽搐了几下 在那个年代呢,嫁妆对于官宦父母人家的小姐来说 是十分重要的一项 所以一些中名鼎氏考究的家族 对于受重视的嫡女呢 从她们压压学语开始 长辈们便要一件件的给女儿们攒嫁妆了 而整个盛家 拥有一整套从头到脚极其严格规整的嫁妆的 只有盛老太太和海氏 后面呢,或许还有长风的妻子 柳氏 除此之外呢,海氏的婚礼遵循的也是全套的鼓礼 所以明蓝去请安时就看见王室正堂上 放了一只捆的结结实实的大肥燕 当时如蓝还吐槽了一句说 说世代书香人家嘛,就是讲究 那大肥燕还得当祖宗一样的养着 说完嫁妆婚礼,再说一下海家的地位 海家是东阳名门 海老太爷是两代帝师 绝对的清流中的底尖 海氏出嫁时呢 几乎半个北方的士林头面人物都来了 还记得当时王室苦不堪言 因为这些人的家眷呢 虽然未必个个富贵 但个个都能拽两句文 后来有一次呢 平民郡主娘家向要侯府半宴 居然请了圣家 明蓝开始不明白 后来慈禧思量后才明白过来 这也是瞧在长柏和海家的面上 长柏出身汉林院树籍士 朝廷呢一直有惯例 非近士不入汉林院 非汉林呢不入内阁 因此呢树籍士又被称为楚相 也就是说呀 长柏将来有可能平步青云 植入内阁掌权 而这个目标呢 在海家的势力加持下 会更加的顺风顺水 长柏形势内敛谨慎 本来他的几个顶头上司大学士呢 都是海家门生 有他们照看呢 平步青云是稳稳的 谁知在深沉之变中呢 几位平时十分看顾长柏的大人呢 几乎全军覆没 所以后面呢 长柏就只能外放历练 熬资历 说完娘家呢 咱就再来说说海市的个人能力 这里先提一下孔嬷嬷啊 早在好几年前呢 孔嬷嬷就给海市做过优秀认证 说她得严容功都很好 亏就亏在了海家男人都不能纳妾 养女儿呢也都容不下妾室 所以海门女才这么难嫁 那海市自己有多厉害呢 一 名门贵女的仪态修养非常好 婚后第二天呢 新媳妇拜公婆 海市对着盛宏王室 盈盈下拜使 手腕上的九节金盘套镯 一声都没有响 明朗当时呢 就按他一声好技术 等轮到盛宏说话时 说到让儿子儿媳妇 今后要举暗其美 开枝散叶的话时 明朗记得 当初盛家大伯 这么对常务和允儿说时 允儿羞得满脸通红 而海市呢 却大大方方的 只是脸上飞起两团 差到好处的红韵 明朗当时就带着可怜的目光 瞥了眼王室 她忽然有一种预感 这个嫂嫂不是省优的灯 那除了仪态啊 我们再来看看海市 这是如何处理婆媳关系的 明朗的预感果然没错 海市的归训十分成功 恭恭敬敬的服侍婆母王室 传婚定醒不说 从早上睁开眼睛 到晚上盛红长白回府 一直跟在王室身边伺候 王室吃饭呢 她又站着布菜 王室喝茶呢 她就先试冷热 王室洗脸敬脸呢 她就端着盆搅着怕 而且呢 始终面带微笑 丝毫没有劳苦疲累之一 非但没有半句抱眼 而且是言笑艳艳 仿佛伺候王室 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 王室有时候 没事找茬说两句呢 还是也诚心的接受 还感谢王室指点 表情真诚 态度柔顺 但没几天 王室很快就知道厉害了 几天服气瘦下来 盛红就忍不住开始酸了她 虽然没有直说 那意思就是 当年你伺候我老娘 是如何如何的 如今自己当婆婆 受媳妇伺候 到心安理得得很 不止盛红如此 连府里上了年纪的老妈妈们 瞧了都在暗叹大奶奶之余 然后忍不住 暗暗的讥讽了王室两句 风言风语多了呢 王室怎么可能不知道 她很心虚 然后终于在大年三十晚上 盛家人一起吃年夜饭 老太太看着忙碌的海誓 对着王室微笑着 缓缓的说了一句 说 嗯 你比我有福气 是个有儿媳命的 这一块很有深意啊 王室冷汗一下子就下来了呀 其实海誓的这个法子啊 是长柏大哥哥教他的 长柏说累不了半个月 他就能过关了 嗯 这里先给大哥哥点个赞 但即使长柏哥哥的法子好 那也得海誓自身实力硬啊 说完婆媳关系呢 咱们再来看看海誓是如何处理 小叔子小姑子关系的 明朗对海誓最初的印象就是 和气又大方 还是呢 虽然从小就饱读诗书 但没有半点酸气 但小叔子小姑子都随和豁达 明里有爱 最不受重视的叔子小弟常动 还偷偷的告诉明朗说 自打海誓接了些许家务后啊 三姨娘和她的日子好过了许多 月历呢 再没有拖延过 衣裳点心呢 也都是挑上层的来 这一点呢 对比呢 就是王室 王室娘家是管钱粮的啊 所以王室算术很不错 也很爱搂银子 所以呢 经常会苛扣姨娘 树子的赤穿用度 而对于小姑子呢 莫兰是很想挑海誓几句刺的 但寻头寻脑的找了半天 找不出来 如兰呢 也很想摆摆小姑子的架子 但三秒下呢 就被哄了回来 说完海誓是怎么处理小叔子 小姑子关系的 咱们再来看看海誓是如何处理妻妾关系的 海誓进门后呢 也开始着手处理长白的通房 虽先打发的呢 就是鼠须和猪豪 但却并没有全部打发 留下了羊豪 第一个是因为她知道 他们那样的人家 如果长白身边没有一个人也不好 会叫旁人说海家女儿太善渡了 第二呢 是因为有了杨豪在呢 长白遇到上风送妾呀 等情况也有理由拒绝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 杨豪呢 长得姿色平平 人呢也不够畸辩灵巧 基本呢 没有什么威胁性 但即使是这样 每次杨豪事情后呢 还是也会让人看着她喝下鼻子汤 所以在小说番外里啊 我们知道长白最后是没有数子数女的 其实啊 说了上面的四点啊 在小说的第二个番外 秀巧里也提到了海市 秀巧是小长洞 被周年阿姨下山背来的媳妇儿 而这个四弟媳妇儿呢 对海市是绝对的钦佩 这位小周里就说呀 那年呢和府团聚过年 又恰逢老太太大寿 家里呢 摆了三日的流水宴 又有唱堂会呀 又邀了杂耍呀 还请了僧妮念经祈福 前后有五六十户人家来拜售 每家是什么来历 上门的女卷是什么辈分 该怎么称呼 摆座位时呢 怎么排序 哪几家呢 素日不合的 不该做一道 哪几家呢 是阴亲血亲转折亲 该做一道 有几位老夫人呢 闻不得什么香 有几位夫人吃不得什么 前头里车马怎么停烫 喂养饲料 招呼小私车夫 里面呢婆子怎么迎客 安着丫鬟贴身物件 她那神奇的大嫂呀 连冰发都没有乱一丝 汗都没沁一点 始终笑的呢 得体亲切 轻轻松松就把里里外外 安排的周全完美 一边向门外十几个婆子 分毫不乱的吩咐下去 一边呢 还能到席间 给老太太们布菜 说话逗券 多少老高明夫人都夸 记得小说里啊 孔嬷嬷在教习华篮时说过 女儿呢 是教客 在家里呢 千娇万宠都不在话下的 可一旦做了人家媳妇呢 立马就叼了个个儿 公公婆婆呢 你得恭敬伺候着 夫婿呢 你得小心体积着 周里小姑呢 得殷勤陪笑着 夫家上上下下 哪一个都不能轻易得罪了 一个不好呢 便都是你的错 而你连分辨都无从分辨起 明朗呢 就辩解说 莫兰不听她的 孔嬷嬷就说 那就是个人的本事了 如果今天连自己 亲姊妹之间 都料理不好的话 那以后出了门子 东边的公婆 西边的周里 北边的叔伯兄弟 南边的管是婆子 一屋子隔着 血脉山水的生人 又怎么能走得远场面呢 但海市的场面 却走得非常的远 赢得了除了 大娘子王室以外 所有人的认可 那以上这些啊 都只是在其他章节里 零星提到的海市而已 我们都知道啊 知否原著是群像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重点章节 海市的高能章节呢 就是在处理 莫兰打明兰事件 那才是真正的 全城高能 一气呵成 由于过程太过酣长 篇幅太长 那咱们下次呢 再来细细说一下 世家出身的海市 宅斗技能有多强